欸 就你了 你很懂網路也很懂電腦 接下來公司網路行銷業務就交給你做了 拜託 欸 老闆你有事嗎 我只是一個網管人員 我懂電腦懂網路但不代表我懂網路行銷啊 你是不是應該找別人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Roger 歡迎回到Roger's Vlog 那今天持續的來跟大家分享這個好處以及內容 那今天要分享的內容啊 常常是許多中小企業主啊 常常會遇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他們一定會想說 那我要來做網路行銷這一塊啊 我想要符合時事趨勢來做這一塊 可是我到底要找誰來做呢 那許多這樣的經驗者啊 第一個時間他就想說 那我是不是去找又會網路又會電腦這樣一個 網路的管理人員或是資訊工程師 但是對於這樣一個網管人員啊 或是資訊工程師來說啊 他們其實是完全不懂網路行銷的操作啊 那其實反而是第一個會加重他們的業務啊 第二個啊其實他們並不會做得到位啊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啊 那到底要找誰來做這樣的一個網路行銷 或是行銷企劃的工作呢 那這樣一個職務的內容啊 其實對於中小企業的經驗者來說 你應該去思考啊 你應該去思考啊 你的顧客在哪裡 所以誰會最了解你的顧客 所以我們用這個角度來去思考啊 如果由誰來了解顧客這樣一個方向啊 其實就會發現我們的業務團隊啊 其實對於顧客的了解程度 其實是最高的 那如果暫時單位內 如果沒有這樣一個企劃人員啊 那我們就可以找業務人員來進行這樣的一個網路行銷 或是行銷企劃的這樣一個職位內容啊 才會幫助你啊 在網路事業上這樣一個推展啊 能夠事半功倍 所以啊我們的中小企業的這樣的業主啊 我們在找尋這樣的一個行銷企劃的人員啊 並不是從他會懂電腦懂網路來去思考啊 而是要站在他了不了解顧客啊 所以如果他有這樣的業務能力 再加上他對於網路熟悉的話 那他就網路行銷企劃這樣的一個國二人選哦 喜歡我的影片呢 那記得幫我按頻道訂閱 以及開啟小鈴鐺通知哦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